诶 陈欣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你不欢迎我来吗 不是的 主要是平时都是我去找你 我没想到你今天来找我了 来 赶快进来 进来 这边 诶 陈欣 你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 哦 你说这个啊 俊哥 这个是我家里面 不是这两天我家里面在弄新的大米 然后我就寻思着拿着街上去卖一点 对了 这个是我给你留的 但是不多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你喜欢吃的话 下次我多给你带一点 这么热的天 陈欣 你给我打电话 让我上去帮你拉呀 你背下来卖那么重 来 你赶快坐 赶快坐 先坐下 不重 不重 没关系 你也坐 俊哥 快坐 下次再要去街上卖什么东西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我来帮你拉好不好 俊哥 那个什么 什么 哦 这个啊 这个是我的午饭 你中午就吃这个 对啊 方便面嘛 方便嘛 方便一点 你以前还跟我说吃方便面不健康 你怎么又吃这个 要对自己好一点 你还对我说过这些 没事的 陈欣 我就偶尔吃一下 好不好 我还没有吃完呢 你给我 你先给我 俊哥 我都吃过的 你拿着干嘛呀 你先给我嘛 俊哥 你先给我 来 你吃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在其身边卖大米 然后我寻思着你喜欢吃这家的干拌饺子 我就给你打包了 也不知道你这丑味喜不喜欢 陈欣 我就随口一句话 你都记住了 我真的太感动了 哎呀 俊哥 人都是相互的嘛 你对我好 所以 你快吃 别说这些了 几会儿都凉了 快吃快吃 来 菜子 那好吧 对了 你吃了没有 我吃了 我吃了过来的 那我刚刚看你手上还拿着一个玉米 这是早上的 那好吧 快吃 哇 陈欣 这个真的好好吃啊 哎 你干嘛呢 你是不是刚刚自己 根本就没有吃 你就给我自己一个人打包了 不是的 俊哥 我刚刚看你把这泡面泡了 不吃怪可惜的 所以我就把它吃了 而且这味道真是我喜欢的 不行的 陈欣 你刚刚自己还说吃这个不健康 来 给我 你不能吃 你跟我一起吃这个抄手 来 拿着 哎 对了 怎么了 对了 俊哥 你平时又送我礼物 又送我衣服的 你平时就偷偷缠在家里面吃这个 而且 你那么辛苦 那么努力 陈欣 你知道吗 有很多时候 我们努力的意义就是为了挣钱 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给自己最爱的人生活保障 我不希望在我父母需要我的时候 他们除了泪水 一无所有 而且 你知道吗 很多家庭因为没有钱 他们失去了自清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真的是万万不能的 而且 而且我还要存钱娶你呢 陈欣 所以说 我不希望以后我跟你结婚了 你和孩子需要我的时候 我除了在那里干着急 就什么也做不了 你知道吗 我除了想给你我全部的真心 我还想给你物质上的保障 因为 有了钱 我就可以去维系亲情 稳固爱情 联络友情 我才会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我并不是说 我会有多爱情啊 但是 我不想因为钱 失去我想要的东西 这或许 就是我努力的意义吧 俊哥 听你说了这么多 我感觉 我有好多地方 都要向你学习 你 教会了我很多 你 引导了我很多 感觉又重新认识了你 那陈欣 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你好 陈欣 我姓龚 然后 比你大一点 你不介意的话 就叫我老公吧 俊哥 快吃 好 快吃吧 来 来 你吃 你去哪有什么呢 如果你不要叫你 我咚 你把你吃到